我们常常在说 黑板不会骗人 什么意思 代表股价的涨跌 一定有它的原因 背后是什么样的 多方势力跟空方势力 这一句话套在被动元件 套在国具的身上 汉伟今天要帮我们追踪 从国具的上冲下写当中 居然看到了三大怪现象 对 你可以看到 国具的股价 这一波拉回幅真的非常深 1300块到跌破600块 这样腰斩了一半之后的话 大家会发生到 这个下跌的过程里面 其实国具发生了 很多奇怪的一个事情 有哪三件怪事情呢 第一个市场说 媒体说国具 过去在股价上涨过程里面 董事长是完全不出面 不接受媒体的采访 但股价跌下来之后 董事长开始出面去释放利多 但反而股价一直在做 一个连续性的下跌 所以市场解读说 会不会董事长利用 利多的部分的话 在做一些出货的动作 那再来 就是说国具这一波下跌的过程里面 大家发现到 不管是执行长 不管是董事长本人 都有在加码 他的一个持股 但公司派加码 应该对这个股价 是一个很强烈的支撑 反而股价是出现连续性的破底 所以到底谁在卖 大家会担心 对 大家到底谁在卖 那这个市场又去解读说 可能背后公司派的成本 取得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再来第三件事情 就是说过去国具 曾经有13次的库藏股 里面11次都是为了股东权益 就是股价跌太多了 为维护股东权益 我公司寄出库藏股这个措施 但这一次在这个 将近1000块的部分的话 实际库藏股 它的目的是为了 要做一个员工的 一个持股的认购 也代表说这一次 所谓的库藏股的一个 背后的理由 好像跟过去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当一家好公司 叫倒霉市的话 特别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传言 都会陆陆续传出来 但我们从这些公司的 基本面来看 到底被动员件有没有问题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对 你看到被动员件这几档公司 其实都是最近量 比较大的公司 它在2018年跟2019年 这两年它的税后EPS 第一个我们看国具 今年预估税后 可以赚到将近块到90块 明年上看120块 大成长 对 大度的成长 所以它有没有基本面 有的 那目前本益比大概7.9倍 不到8倍的本益比 不到10倍 对 所以很多投资人就说 都跌到不到10倍的本益比 还一直在跌 对 我觉得这当然 就是它的问题的所在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少就法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外资这一波一直卖 但它在低档6-700块 开始有回补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 这边可能有打底的机会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比较 这一波被动员件反弹幅度 比较强的像华星客的部分 它却有点奇怪了 今年预估赚大概26块 明年预估赚21块 明年衰退啊 对 应该是成年衰退 那为什么股价反而这一波 是强坛的 我觉得主要原因在说 它的筹码相对 国具来看的话 是比较干净一点的 所以整个华星客 反而是因为筹码的力量 让它这一波的一个弹幅 相对比较高 那你可以发现到 华星客这一波 它其实这个 往上弹的过程里面 大概都守在五日线之上 代表它短多的一个架构 还在延续当中 从量价的角度也可以看到 它还是一个反弹的一个结构 因为整个反弹是不带量的 所以目前我觉得 就整个被动元件 华星客国具都是当中的一个指标股 那再往下看另外一档 就是其立新的一个部分 其实今年赚11块 明年赚22块 一倍的成长 一倍的大幅度成长 到底在讲股价应该是最强的 但你发现到 外资一直卖 它这一波的一个修正的幅度 也很重要 而且反弹幅度 跟国具跟其进比起来 跟这个华星客比起来 又相对比较弱一点 主要原因在说 这一波它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下面放融资 融资的部分 开始筹码有一些比较 对 它融资的水位的话 其实一直都维持在相对的高档 这一波修正融资一直都打死不退 所以很简单去解读 基本面都不差 但是整个一个筹码面 是这一波被动元件 很多弱势反弹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再往下看 可以看到和生堂 为什么和生堂没有名 因为2019年对它的一个 所谓的获利预估是比较难估的 因为现一段很多法人在 预估被动元件 2019年相关的一个 获利数字来看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疑虑是 到底被动元件明年会不会涨价 如果不涨价 那我怎么去估它 明年有这么大的成长 特别是和生堂 它整体上在这个 所谓被动元件的市占率来看的话 它并不算是顶尖的几家厂商 所以整个溢价能力 是有一点疑问的 也导致说有些法人 对于这个明年的预估 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那日电贸易部分 当然它是做 也是衰退 对 也是衰退 那也是代表说 它主要是代理日本一些 大厂的一个被动元件 那明年的状况也是衰退 所以你会发现到 被动元件其实目前 我觉得就基本面来看的话 也是有杂音存在的 所以既然你说 明年EPS很难估 最主要的关键就是 大家不知道 这一波的缺货涨价潮 有没有办法延续到明年 所以汉伟今天也特别 帮我们做了追踪 就是明年这些各大厂 在扩产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让 区货涨价潮中断呢 对 我们来看这个 主要被动元件厂商 在今年下半年 到明年一整年 扩产的一个情况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全球最大是春田 现有一个月 可以生产1000亿颗 这是日本的那家厂商 对 日本的春田 现有可以生产1000亿颗 那在明年的下半年 它可能会增产 100亿到150亿颗 代表整个产能到明年下半年 才会开出来 那再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国具 它在今年的第四季 就会增加50亿颗 一个月的一个产能 来到整个产能 有机会来到500亿颗 所以这市场去预估说 为什么今年的EPS成长 明年还能够往上看 就是因为 它产能提前开出来 所以能够先享受到 第一波涨价带来所谓的 一个EPS成长的一个动能 那另外可以发现到 其他像所谓的一个 华兴科等等的部分的话 其实大多数它的产能开出来 除了风华高是在第四季 大多数不是落在 明年的第二季 就明年的下半年 所以整个所谓的 被动元件有扩产潮 但时间不是那么的快 那以这样的一个现象来看的话 但基本面我觉得 就没有太大问题 而且你可以发现到 目前全部它们现有的产能 大概是3320亿颗 那未来增加 大概500亿颗的水位 代表说目前 以现有在这个 现有产能加扩产能来看的话 不到4000亿颗 那你看明年的需求的部分 来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国际是讲说 涨价可以看得很远 这个红色柱状图是指 红色柱状图是总的需求 来看到2018年 大概超过4000亿颗 对 2019年来到大概4500亿颗 所以明年的需求 是有成长的 需求还在成长 但产能不到4000亿 代表它有500亿的一个 所谓的产能缺口 所以这条灰色的线 就是它的产能 对 这条灰色的线 现在需求成长率 对 目前可以看到的话 这个是市场比较大的 杂音所在是 明年需求是放缓的 但我觉得整体上 产能缺口还在 所以基本面我觉得 长线应该还是可以看好 好 长线看好 但是短线有一些些杂音 重点是指标股 多空转强转弱的 关键价在哪里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追踪 对 这条灰色的线应该是 对 今天是 好 这条灰色的线应该是 在这条灰色的线应该是 对 这条灰色的线应该是